方继伟的好朋友 我们先介绍潘静 太景老师 老师好 欢迎你 谢谢 谢谢文青 以及洪杜拉斯洪哥你好 嗨 客气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洪哥是因为拍戏的时候 跟方继伟认识的 是 那时候对他的印象 好孝顺啊 这个人 你知道他吗 是啊 对啊 可是因为我 当初我要接一部连续剧的时候 我听说哪个 我的制作长官是方继伟 那我心里面厉害说 那个时代是我们的军中情人 接着说 你好 洪杜拉斯 他说 哎呀好 我很喜欢你的阿洪之声 就反而是他 可能他也想了很久 怎么样跟我开过讲这句话 所以我又想说 我很喜欢看那个 阿洪的那个广播剧 就是我在戏里面的一个单元 这样的 我说原来他有注意到我 然后慢慢的 我就跟他开始聊天之后 我才发现到 他跟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 因为他很亲切 然后他的那个 说话的口气 好像邻家小女生一样 对 因为我年纪应该 是比较大很多 想说军中情人 应该是遥不可及 没有想到人这么难死 人这么好 对 不过洪哥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有聊到 就是说 方继尾她的人生故事 因为她抗癌 所以她非常养生 我知道 那您自己本身 其实您也有一些 生病的经验 对不对 听说你胃痛 结果本来有一次胃痛 结果搞了半天 竟然是 是胆出问题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说 我们身体已经出状况了 而且因为我那个胃痛是 因为以前有胃痛的时候 就会吃一些胃散 就觉得稍微去让它缓合一下 可是那一次这痛了之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一直在往深层里面痛 就是好像有一个针 一直往里面一直刺 她的痛不会疏解 就一直痛一直痛 有一般人 比方说有人讲说 孕妇如果说要症痛的话 还有停个几分钟再吞一次 我那是一直痛一直痛下去 然后我想不行了 我好像有点冒冷汗 这种跟我以前的痛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大概一会里面去 去看说胃好痛 她说那你可能要做一个检查 我说可是我现在就很痛怎么办 她就帮我打了一针 一针打完之后 十五分钟之后就很舒服了 然后我就安排了一些那个 比方说照胃镜 一些相关的那个 然后去了她说 你有点胃溃疡 我说那我们就做一些 那种胃溃疡的治疗嘛 然后到了隔两天之后 我说我正在录影的时候 像摄影棚在Live现场的时候 九点半我还在 但我哇 糟糕 为什么好痛喔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跟上身上 很不好的感觉又来了 然后我第一次录影 录到九点半我就说我不行 那应该是站不起来那种痛 对 然后她们说你怎么了 你从来也没有这样 你说我说我大概是胃又痛了 有些人就会讲说 可能是胃出血 还是胃痙攣 还是胃怎么样 那我又上去 她想说那你这个不对啊 她又帮我打了一针 回去之后我就想了半天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又第三次 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想到说 我是其他出问题 第三次我在跟我家人在看电影 跟了下午两点半 我又痛了 我说不行了 我怎么那么可怜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怎么老是都有这种 让我很不舒服的感觉 第三次 那时候我就开着车 我说我们先电影不要看了 我先去看我的那个 当然啦 这比较重要 那我就到星光医院去 那X光一照 她说你这个是胆结石 我说胆结石跟胃怎么那么像 她说你要不要看一下 她说我们看不懂那个X光片 她说你这个可能要做处理 它里面有很多的石头这样子 我说那要安排几天之后 再把它处理掉吗 她说你今天晚上就住院 明天早上六点就要开刀 我说为什么要那么赶 即兴 对 因为不是 因为那医生明天要出国 她说 她说那我还是先住院好了 因为她如果出国的话 你要等她回国才 那我不要痛急事 她忽然赶快坐 所以我昨天早上的六点多 就是开始跟我做一个 就是手术之前的一些交代 然后九点多出来 她就拿一个那个拍下来的那个胆 对 然后整个已经破开了 里面有十四颗石头 那有几颗 十四颗 你拿到了十四颗胆结石 对 有一颗 差一大跟花生米一样大 她说这颗给你做纪念 结果我发现怎么可能会有胆 有那么多的结石 结果那个医生想说 其实胆结石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只是说它有没有对你的身体 造成不舒服 那可能小小颗 有些沙子的话 那可能就不要去处理它 不过听说你连胆也一起拿掉 对 就把胆也拿掉 对 好痛 我都没有想到胆结石 通常会讲脏话 通常又去撞墙了 真的 对 受不了 因为很多有这样疾病的人 他们感同身受 你说那个痛 几乎很像女生生孩子的痛 对 不过第十集 第八 九集的疼痛的 故事还没有结束 洪哥后来在某一个部位 又发现结石 这个部位是 可以讲吗 请你们猜猜看 很难猜 老师 你要不要猜一下 它是哪个部位结石 很难 很多人都 真的很难猜 没胆就没肝 没有 怎么 肝胆不能相照 不是 那表现不是 是 眼睛 对啊 怎么会呢 眼睛结石 因为我总是认为说 像我们眼睛一直在使用它 顶多就是说 眼睛会有一点色色的 对 比方说有时候点眼药水之类的 那我有一天就发现到 我左边这个地方怎么 点点 点点有些人是认为是长睁眼 所以在我们古老的传说 你小的眼睛 你就用这个手 这样去拨它 就会把它里面的什么脏东西 就滑掉这样子 我就拨了几天 怎么越拨越大颗 然后我就去给医生看 因为就把它一掰开来之后 说好大一颗结石 我说 什么又是结石 这个让我很害怕的一个名词 又出来了 他说马上要处理掉 他就帮我打麻药 然后到处把它剖开之后 把那个胆结石夹起来 我就这么大一颗 在眼睛里面 难怪你那么痛 好痛 然后弄完了之后 我说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说 我眼睛会有结石 很多人都不相信 都说眼睛会结石 是 我的白颗也在开玩笑 就是我在开玩笑 后来我把它拍起来 我抛到我的FB上面说 原来真的 有眼睛结石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 我是不是一个身体 很容易长结石的一个体质 是 医生也这样说 对 后来现在洪哥就非常 非常重视养生 很大的调整 各位你有办法 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吗 你做得到 对 这是要 就是要自知死地而后生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的那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的胆结石 跟我眼睛的疲劳 都是因为熬夜的 熬夜 对 然后因为家人就会觉得很 这个时候就会比较 比较很直接的指责 你说你已经这么大的 你要开始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以前会觉得说 我们在拼的时候 比方说熬夜写剧本 或者是背台词之类的 可是到那个三四年前 我老婆就不准了 她说你一定要11点前就睡觉 那我有时候不睡觉 她把灯全部关掉 OK 但是你调整之后 有没有一些改变 有 就是我现在变得很 他们讲说是不是 接近老年人的生活 对啊 八九点 然后就以前想睡了 然后早上六七点就起来了 那我有时候 11点以前睡觉的时候 我也都是六七点就起床的 那这样子的生理时钟 因为很多人 中医有讲说什么 11点到1点是干 需要休息的时候 所以我在那个时间 都有休息到 那慢慢的呢 我就整个身体的状况 会比较好 然后就是早一点起床 去做一些运动 好像对身体更方便的那种 精神就会好很多 一定要调整啊 对 老师是季伟姐的太极老师 对 也是 应该是说最早是教妈妈 对不对 其实是爸爸走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几乎走路 脚都没有踩到地 然后你再跟他讲话 他也没有回应你 那我就说 妈妈那我们去运动好不好 我就带他去运动 然后他就是跟着 就是魂不守舍的 那跟你去运动 那当时练瑜伽呢 他一进去我头晕 他就出去了 我就只好陪他出去 后来我看到 刚好有一个太极课程 然后我就想 太极应该是比较舒缓的 就带妈妈进去 那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如果我妈妈晕 就让他坐着 他一开始就地上功夫 就是先坐地上 腰胯的功夫 那那天妈妈练完之后 竟然跟我讲说 小孩我们什么时候再来 有反应了 跟我讲话了 那我就很开心 我就说老师谢谢你 后来我看老师简历 是两届世界杯冠军 曾是太极 那我就想 比赛吗 是 对 他比赛 两届世界杯冠军 我也不是太极 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每次录影的时候 老师都在旁边 我一直以为他是他助理的 老师说 洪哥 你给我小心一点 现在知道我的背景 真的 就下一堂课 我就准备好了很好的普洱茶 然后就去泡给老师喝 老师 你今天会累吗 我先泡茶 这是已经十五十年了 相当好喝的 然后就奉茶 因为对师傅要奉茶 你懂吗 老师奉茶之后就说 有拜师吗 那是种拜师吗 也不是 就是尊敬 无礼 对 尊敬 然后之后就 妈妈就每次都要去练 然后她就整个 就开始跟我会对话 对 你自己也有练吧 有 我也有练 有练 我们要请老师来示范两种 规划人朋友非常重要 一个是什么 适合癌症之后病患可以练习的太极 另外一种是针对银法族的太极 这两种一定要学 针对癌症的病人的部分 我们做的时候两脚微微的打开 然后两手交叉 男左女右 然后吸气的时候收腹 提 然后胸阔自然会打开 吐气的时候 腹部自然的放松 再一个吸气 收腹 再吐气放松 那尽量去抓收腹的时候 你的胸阔能够自然的打开 也就是说像风箱一样的开合 这样可以慢慢慢慢的深入 骨盪到五脏六腑得之于按摩 那另外慢慢的 这个习惯养成之后 脚可以再大开一些 然后微微的 好像有个小板凳你落下去 那左手放肚脐 右脚推灯 移到右脚之后 然后骨盘带动一下 它是带动有虚 有一个轻重 然后带动脊椎的走 然后到右脚再推回来 用脚底 脚跟推灯 然后再到左脚 踩地气 再推灯 然后如果慢慢带动到 一个动作这样的习惯之后 连手都可以跟着走了 脚跟 骨盘 腹部 吸气收腹 脊椎延伸 胸阔打开 然后连接到手 再放松 脚底推灯 带过来 腹音法族又不同于癌症病患 因为它只是随着身体的年迈 那也不能像青少年做的一个很激烈 当然会建议说 当蓄日东升之时面朝太阳 那一样两脚围开 但这时候你也经常可以稍微 自然的垂帘闭目 但不要全部紧闭 免得站不稳 掌心朝上 中指下来 第一个穴是劳工 心火之鞘 然后吸气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自我的想象 因为太阳是火是热是阳光 慢慢的吸气 就我们前面讲的吸气收腹 脊椎延伸 胸阔打开 慢慢把周围的太阳 昭阳之气蓄在两掌心 然后从头顶 百慧穴慢慢引导 清气由上 浊气由下 沿着我们的前面 我们称之为热脉 热度热脉的热 然后慢慢的落下去落胯 然后将浊气引导到脚底之后 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 到脚底 你必须再提醒自己 下意识提醒 浊气从脚底带出 然后肩膀放松 舒直 那么再来就是说 季伟姐你自己也有做了 很有趣的运动 这个运动叫做抠脚运动 什么意思 对 其实它是液晶 我们讲六十四挂 那就是睡醒 就是睡醒的时候 不要忙起来 尤其冬天老人 如果太快爬起来 可能你的气都在这个头上 没办法往下 所以就是脚趾头就这样 这样子打六十四下 敲六十四下 醒来之后就开始打 对 醒来就开始打 让他气往下 之后脚再往下 就吸气吐气这样子 往前 脚板往前 六十四下 为什么要六十四 因为它就是液晶六十四挂 是从里面的工法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个叫做凳脚起身 对 就是凳脚起身 就是脚弯 然后一踢就这样 仰卧起坐这样起来 就坐起来 对 这样也要坐六十四下 六十四下 老师 她小时候对妈妈是非常依赖的 对 我那时听她妈妈跟我说过是 她在小孩姐好像是国小一二年级 然后因为有事情去南部 然后她把小孩姐放在阿姨家 那阿姨是在靠近卢州那边 然后小小姐就 听说那天是自己 她就很想念妈妈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独步 用走的 走到万华 从卢州 从卢州走到万华 我其实听的第一个重点是 她的方向感怎么这么 对 她怎么会走到桃园去 而且我不是专注在记录 你知道吗 这个那么厉害 妈妈坐记录车 带我到阿姨家 然后她说她要离开 我想说怎么到下午一两点 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我趁她们在五顺的时候 我在沿路走 我刚刚不小心撇到的路 然后就走到万华 然后去敲门 门是关着 她们不在 去哪里了 那我怕她们担心 我再走回去 可是她们已经报警了 真的 差不多 而且她对妈妈非常有耐心 对不对 好孝顺 对 你想最深刻的是什么 那一般人如果正常长期陪伴 其实会受不了 可是小爱姐 我一路观察 她是可以 只要为了她妈妈 她什么都是 好像很快就平衡 我都会去听 马上就平衡 可是有时在练太极的时候 老师说 我从以前你第一堂上课到现在 我发现你嘴巴都闭得很紧 真的 她说你应该是有苦说不出 然后就说 我说老师 那现在我怎么办 她说 像很多人很容易忍耐的人 闷住的人 不是美德 有一天她会在你的身上 产生了一些病痛 因为我的认知是情绪 它不会消失 它只会隐藏 可是你累积到一个扣打的时候 它就会暴停 它就会宣泄出来 老师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么就是说其实比较健康 就是运动 运动 因为有时候一只假一只假 旁人也会受不了 好 就是你要找到输压的方式 对 这个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学到一题 是方济伟的养生 刚刚有示范说 她平常怎么做姜黄 对 那其实您三餐都是这样子吃的 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 不加糖的果汁 一定要不加糖 不加糖会比较好 含糖量太高 对身体也不是太好 但是我会斟酌 这是夏天 夏天 如果冬天的话 身体比较冷的时候 我就会加一点姜 或者是就是刚刚讲姜黄 加黑胡椒 然后五穀杂粮粉 黑芝麻 那是最营养的 那一喝早上就不会觉得冷了 对 那中午我们吃点烫青菜 五穀杂粮馒头 对 优格 香蕉 尤其拍戏的时候 如果吃饭的话 饭会比较重酌 人可能就昏沉 那剧本可能背不起来 我们就是吃那个香蕉是最好的 晚餐就是我们尽量吃素是吗 对 对 尽量吃素 因为晚上如果你再吃 比较重一点的口味的话 其实你要睡觉 你的胃肠消化是不好的 有负担 负担很重 不然的话就是你吃粥的时候 加那个黑胡椒跟姜黄 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橄榄油也好 椰子油也好 然后搅拌 吃 其实身体会很轻 早上起来你会觉得精神好 晚上睡觉也不会太冷 太棒 那我们每天要喝两大瓶水 再配合瑜伽跟太极 所以你非常推荐老师教的太极 对 因为我以前 有人打球 我是曲棍球国家代表队 对 然后又打很多的球 推迁球 其实我做骨有受伤 你做骨受伤 对 那我去用瑜伽拉筋的时候 它是暂时拉筋 可是老师说你气域的地方 还是要用螺旋的方式 慢慢地把它旋绕出来 它才会辐射地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排掉 对 那你用直接拉筋太紧了 对 螺旋的方式 好多人在讲螺旋 其实就是一个扭转 对 就毛巾扭转 好多人在一起